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天有多位的問責官員 都發表了他們的網誌 他們很空閒寫網誌 其中有兩篇我覺得值得和大家說一下 第一篇就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所寫的 另一篇就是歷史猛 勞工合福利局局長羅志光所寫的 他竟然間錯癮了火燒趙家樓和痛打張中牆的歷史事件 去形容示威者火燒匯豐那隻獅子 即是變相肯定了示威者的所謂 這個我們稍後說 先說陳大師匠那篇 他那篇網誌裡有一句非常離譜 他怎麼說呢 他說香港的經濟發展和國際成就 是幾代人艱辛建立的成果 輕言攬炒等同毀掉上一輩人的努力 其實他這種言論 正正就是和保險界的立法會議員陳建波 他的修成其論就是異曲同工 根本上這群人上岸 只是眼裡看到自己 只是顧及到自己的個人利益 完全漠視市民 尤其是青年群體的訴求 所謂冰封三尺飛一日之寒 根本上這種打壓市民的聲音和訴求 就是長期所為的 特區政府和建制派 不停地說就是以這個所謂的對話 來對拖延政制發展的部分 這些所謂的對話 根本上是毫無意義和價值的 遠那些不要說了 只是說回2014年那件事 學生跑了出來搞雨傘運動 你說所謂搞的對話 就是由當時的政務司司長林鄭 和民政事務局局長劉剛華出來牽頭 就和五個學聯的學生搞了一個會議 結果會後有四個就抓坐牢 那你怎麼搞呢 怎麼搞這些對話 你這樣打壓那些學生 去到19年的時候 更加只是搞了所謂的社區對話大龍鳳 然後繼續施行警察的暴力和私刑 以及以高壓統治 來回應市民的五大訴求 而你在搞了第一場的所謂的社區對話之後 都不夠一個星期而已 就馬上是引用這個緊急法 就實施蒙面法了 根本上是在拖延時間而已 所以這些又是打壓市民的聲音和訴求的例子 還有些什麼 比如說你粗暴去剝奪青年的參選權 不讓某些人入閘 不讓某些人參選 有些進了閘的 你又去DQ了當選的議員 你完全是把青年群體的聲音倒截 不讓他們在體制裡面有任何發聲的渠道 好了 你就把所有這些人導引 去到體制外邊解決問題 於是就是出現了這個攬炒的聲音 這些全部都是特區政府自己一手造成的 也不要說你過去二十多年特區政府做了什麼 搞到香港變成一個所謂M型的社會 青年就失去了向上流動的能力 貧富懸殊的情況就越來越嚴重 那個堅尼系數的排名 香港就長期居於頭十位的 證明你特區政府施政是失敗 就不要一邊罵別人 為何說攬炒不是輕言攬炒的 是在97年之後 經過了二十多年你特區政府的統治 是失敗 所以才造成了這種聲音的出現 就不要說你輕言攬炒 絕對並非輕言 又不見97年的時候有這種情況 是吧? 2000年的時候還通縮 是吧? 負資產的問題非常嚴重 就算去到03年 沙士也沒有這種攬炒的聲音 直至2019年的時候 這種攬炒的聲音就慢慢大聲起來了 為什麼? 就是因為你不相信 你就以這個高壓統治 警察暴力和警察私營 回應市民的五大訴求 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 於是這幫人 就以經濟攬炒和政治攬炒來回應你 是不是? 這件事擺明就是這樣 好了 我講一下歷史盲的羅志光 他竟然間錯癮了這個史例 就是什麼呢? 就是火燒趙家留和痛打張中牆的事件 來描述示威者的行為 我們講一下他那句話怎麼說 他先頭就說 匯豐銀行門口那兩隻獅子銅像 就被人放火破壞了 接著那個就來了 他說 中火令我聯想起學生施了張中牆和火燒趙家留 為五四運動中的黑暗面 根本就反映出 你這個羅志光就是歷史盲 你作為特區政府的主要官員 竟然間是漠視黨和國家對於五四運動的歷史定性 到底黨和國家如何形容這個五四運動呢? 就是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 而火燒趙家留痛打張中牆 正正就是為五四運動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 就是展開了序幕 由此可見 對於這件歷史事件的評價就是相當正面 何來變成了羅大局長口張的黑暗面呢? 這個不是我們吹水的 在2019年4月30日大公報的一篇報道說到 1919年震驚中外的火燒趙家留事件 掀起了五四運動的高潮 今天趙家留的遺址就已經成為了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留意 火燒趙家留是愛國主義的教育基地 是不是?羅大局長 你有沒有搞錯了些什麼? 你現在起不時是變相 承認了示威者火燒獅子銅像這個行為 就是愛國主義的行為? 你是不是想這樣說呢? 你必須要出來澄清和解釋 不能夠這樣蒙混過關 如果你羅大局長不清楚這段歷史的背景 我就在這裡說一點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火燒趙家留事件呢? 其實就是源於2019年春天的時候 在巴黎和會上 中國就要求從德國手上收回青島 但是這個21條不但沒有取消 反而就將德國在青島的特權轉讓給日本 於是這個消息傳到中國的時候 當然當時的中國青年和中國的學生 就感到非常之憤怒 於是他們想著組織一場遊行示威活動 在當年5月4日 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大學等 13間北京大專院校的學生 就舉行了聯合會議 在會上就討論了有關遊行示威的項目 包括決定發佈北京學生全體宣言 就提出了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政治口號 到了下午的時候他們就開始遊行了 遊行隊伍浩浩蕩蕩地開到趙家流胡同 當時賣國賊曹宇林的大宅 當然就是從門深鎖 怎麼會夠膽面對這些憤怒的學生呢 整班人就衝不進去 後來就有人衝進去 發現找不到賣國賊曹宇林 張忠祥和陸忠儒的蹤影 於是有一名學生叫做康胡生 一路之下就在趙家流裡點火了 後來有其他學生 找到酒鼻不及化妝成為日本人的張忠祥 於是就把他痛打 這段悲壯的歷史 就由羅大局長演繹成為私了張忠祥 這是痛打張忠祥 不是私了啊大哥 我沒聽過在歷史事件當中 變成了私了張忠祥 羅大局長是誰這樣教你的 羅大局長 一般民間的人對於歷史事件 同一件的歷史事件 有不同的客觀描述 在不同的歷史角度 不同的詮釋空間是正常的 我覺得沒問題的 但你作為特區政府的問責官員就不行了 而且你這樣把痛打張忠祥 描述私了這個行為 你事發肯定示威者私了這個動作 所以你羅大局長就有必要出來澄清和解釋清楚 到底你在說什麼 其實他有三個選項 第一 就是決定收回這篇網誌 以及向公眾道歉 因為你把火燒趙家流和痛打張忠祥 就描述成為五四運動的黑暗面 根本上這就是為了外國運動 來掀起序幕的 就被你抹黑了這兩件歷史事件 對不對 至少從大陸的史學觀這樣看 對不對 而且就把痛打張忠祥 變成了私了張忠祥 你必須要出來解釋清楚 到底你是不是變相肯定了示威者的行為 因為你用來描述示威者的私了的行為 以及火燒匯豐獅子銅像的行為 你出來說清楚了 好了 第二個選項就是什麼呢 就是死撐了 當然死雞撐飯蓋的事情 就是特區政府的官員經常做的 不用我去教 但是我也想不到有什麼藉口可以幫他兜 因為這件事實在是撞板的 不過不用我去想 因為羅大局長號稱IQ有160 而且作為這個前民主黨大佬 就比我們一般的市民的智商水平高很多 他一定想到的了 死兜的藉口 第三個選項就是當沒事發生 當發表了算數了 哎呀看不到我 沒有眼屎乾淨 不過你就小心被人篤灰了 你竟然這樣來去 詆毀這個火燒趙家樓 以及痛打張忠祥這件歷史事件 而且還要拿這件事件來形容示威者的行為 你小心 我不知道你有什麼政治後果 我就奉勸特區政府 如果他們當沒事發生的話 你們就要捉一下鬼 是不是 似乎有些人 在所謂止暴制亂的大旋律下 就有點離心力 要捉鬼了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所以 不讀歷史就能吃得屎 至少你要從不同人的歷史觀當中 了解同一件歷史事件 他的定性 是不是 怎麼會這樣說這些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